哇,万众期待的特斯拉无人出租车的照片终于泄露出来了 尽管这款车被重度的包裹 但是还是能从中看出很多之前从未公布的无人出租车的细节 距离10月10号已经只有不到三周的时间 特斯拉的股价将会如何呢 这些我都将在这期视频中进行详细的分析 除此之外,无人出租车到底会何时开始正式运营呢 方舟基金的首席自动驾驶分析师Tasha Keeney也将在这期视频中分享她的想法 在这期的最后呢,我将第一次准备一个彩蛋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看到这期视频的最后 这张照片呢,就是流露出来的无人出租车的照片 这辆特斯拉无人出租车经过了重度的伪装 被完全的黄色包裹 很明显也增添了很多的面板去改变它的形状 但其实除去多余的面板 它其实和之前所有人猜测的无人出租车的样子非常的相似 这张照片呢是由华纳影城兄弟的一名员工在华纳影城拍摄 很明显特斯拉是在收集无人出租车数据 为10月10号无人出租车发布 为无人出租车的演示做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呢是跟着一辆Model Y汽车 很明显 这辆无人出租车的体积非常的小 要比Model Y小很多 特斯拉团队在后面加上了一个庞大的箱子 有很多人猜测呢 这可能会是一个电池组 但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应该就只是特斯拉增添的一个伪装 我们都知道无人出租车和特斯拉新一代车型 都将用所谓的拆箱式方式生产 那这会不会是特斯拉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 就是说当你拆掉这个箱之后 你将看到的就是真正的无人出租车呢 外观上看 这辆车只有两扇门 这也验证了新发布的无人出租车呢 将会是两座的电动车 因为通过数据显示呢 乘坐出租车80%以上 其实都只有两个人 所以呢生产两座的无人出租车 非常的合情合理 它将会极大地减少这辆出租车的成本 降低它的能源使用 让它出租工作的时间更长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它就是没有后视镜 因为它是无人的 所以它也根本就不用后视镜 然后照下这张照片的那名华纳兄弟的员工 还表示这辆车的尾部 有一个非常像Cybertrack的尾光灯 马斯克此前表示过 无人出租车的所有设计 其实都是为了去服务 它并不是为了内部有多豪华 最快速度加速度有多快 它完全是为了去把人类从A点送到B点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除了两座以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其他可能是会用来去降低它成本的元素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轮明显是大于它的前轮的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我认为很有可能它运用到了轮毂电机 轮毂电机简单的说呢 就是把它的电机装在了它的轮子里面 而不是像传统那样装在它车身之中 这样做的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节约空间 第二个好处呢 它就是简化了车辆的机械结构 它将传动和制动装置呢 全部整合在了轮毂中 让整个机械设计大大简化 传统的车辆呢 是靠传动轴等一系列机械设施 去把动力从电机传到轮台 那么在每一集传送的过程中呢 其实动能呢都会流失 而且轮毂电机呢 将会对每个轮胎的转速呢 单独的控制 比如说我们在左转的时候 其实右边的轮胎是比左边的轮胎 行驶的距离要更远 所以它的转速呢 应该会更快 如果你右边轮胎和左边的轮胎 调和的刚刚好 这样将会减少右边轮胎的摩擦力 也将去减少汽车的能耗 由于这个轮毂电机和轮胎直接相连 在车辆回收能源的时候 也更有效率 简化机械结构 它还可以减轻车辆的重量 这同时也将有助于车辆减少能耗 当然这只是我通过轮胎大小的猜测 这可能将会是 特斯拉无人出租车10月10号 公布的其中一个新的功能 我相信它肯定还会运用到 在赛博皮卡里面的48V架构 这将极大减少铜线降低成本 明显将会用到电子转向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方向盘 而且它还有可能会运用到无线充电技术 它很有可能将会是特斯拉第一辆具备无线充电技术的电动车 Bismochina就报道 特斯拉即将推出无线充电板 而且将会获得自动停车的支持 就好像你家里有一个扫地人机器 当它结束它的工作之后 它会自动找到充电的地方 然后自己停进去 因为无线充电的要求你把车辆停在刚刚好那个充电的上面 否则如果有偏差就会影响充电的效率 特斯拉呢也最近披露了他们四个在今年初申请的无线充电的专利 我认为呢在这个时间披露 往往就是在他们准备去公开一项技术之前 特斯拉在去年7月份收购了一家名为Wifarin的无线充电公司 后来虽然出售了这家公司的业务 但是它保留了这家公司的技术团队 特斯拉的设计总监France在此前的节目中也表示 特斯拉正在研究无线充电技术 另外呢最新的研究也表明 无线充电的使用效率很有可能即将超越用电线充电的能源使用效率 然后我猜测呢他们也将宣布 无人出租车将会运用到4680电池技术 特斯拉一贯的战略呢就是将他们最新的技术 整合到他们最新的电动车中 4680电池的优势是更高的电池密度降低成本 这对于无人出租车来说其实都非常的重要 特斯拉也刚刚宣布他们已经生产了第一亿个4680电池 这其实说明了特斯拉在规模化生产4680电池上取得的巨大成功 特斯拉在2002年2月份宣布生产了第100万个4680电池 然后两年4个月之后他们宣布是他们生产了第5000万个4680电池 而这一次呢仅仅过了三个月 他们就宣布他们又生产了另外5000万个达到了1亿个 所以呢根据过去101天的数据 他们现在生产4680电池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亿8000万个 相当于是生产135000个赛博皮卡所需要的电池 而这个产能呢只是过去三个月的平均产能 现在的产能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三个月的平均产能 预计呢如果按现在的产能去计算 一年生产4680电池可能将足以生产214000辆赛博皮卡 再加上明年松下呢也将会开始生产4680电池 我相信4680电池将会大幅度的运用在未来的车型之中 帮助特斯拉去降低电动车生产的成本 赛博皮卡的销量在7月份相比6月份环比增长了61% 一共呢交付了5175辆 它的销量几乎是其他所有电动皮卡销量的总和 我相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4680的成功规模化生产 所以在10月10号那天你看到的绝对将不仅仅是一款车型 你将看到的一定还将会是这个车型所包含的所有的创新技术 特斯拉电动车盈利的商业模式将会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从仅仅是电动车销售FSD定域到即将到来的无人出租车平台 那股价在10月10号会是涨还是跌呢 我认为呢股价近期的走势呢就非常像买消息卖事实 这个传统华尔街交易者的玩法 我们看到了股价其实在8月8号之前一路向上 然后直到7月11号彭博社报道 无人出租车的发布将会推迟到10月10号 那一天特斯拉股价直接跌了8% 然后一路从股价最高271美元一直跌到了最低182美元 而在182美元之后 现在股价又一路开始上涨 其实就非常像一个新一轮的买消息卖事实的玩法 其实股票呢就像一个大赌场很多人在里面是不去看基本面 而只是去玩短期的交易 所以很有可能在10月10号之前他们会继续推高股价 这一点呢也有在前几天的会员视频中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然后到了10月10号其实不管发生什么 他们都会进行一个甩卖 这也是特斯拉所有财报事件一贯的玩法 然后呢在过几天之后呢消化了这个事件 这些人已经离场之后呢股价又会被长期投资者然后慢慢的买起来 如果呢股价一直持续走高 到了无人出租车那天呢很有可能就会开始下跌了 当然是取决于特斯拉无人出租车发布那天 会不会给出一个完整的无人出租车推出计划 如果马斯克就告诉我们啊 明年特斯拉无人出租车就会推出 甚至呢告诉我们无人出租车具体的乘坐价格 一系列的财务数据 如果华尔街拥有了这个数据 他们就可以去计算出无人出租车到底的盈利会是多少 如果这些盈利加入到他们估值模型里面 捧一下特斯拉股价那天就会暴涨 当然这只是我对短期股价一个猜测 没有人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赢 如果你喜欢短期呢 这只是对你的一个参考 我始终觉得长期投资呢 才是真正让你去取得非常非常丰厚盈利的方式 那无人出租车到底何时才会去正式运营呢 马斯克在上一个财报说有可能是今年 如果明年没有推出他会非常非常惊讶 当然你们可以说马斯克又在画一个大饼 但其实他曾经画过的很多很多别人认为无法实现的大饼都已经实现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方舟基金的自动驾驶首席分析师Tasha Kinney 他在近期的采访中认为何时才会实现无人出租车 Elon Musk has said at the earlies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nd he would be surprised if it didn't happen next year our forecast is a little more conservative than that we think next year possibly bleeding into 2026 but why do we think so? so Tesla has a great data advantage over peers we're not first to launch a Robotoxi network in fact that was Waymo they launched in 2019 Waymo they launched first because they've taken a different approach they use LiDAR which is a system of lasers along with a suite of other sensors and they have meticulously mapped the areas that they drive ahead of launching in new cities Tesla uses a camera only system they do not use high definition maps this makes the problem more difficult to solve but we believe that they might be able to solve it at scale sooner than other players because of the data advantage so if you look at the number of miles driven on Waymo's platform since inception it's roughly 40 million Tesla's fleet is driving over 200 million miles a day and over 5 million of those are actually in the FSD software suite the fact that they're a vertically integrated manufacturer they don't have to partner with an outside auto manufacturer to scale their fleet we think that this gives them an incredible advantage we've seen so much great progress and we see many videos and we have first hand experience that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 full self driving software is incredible and you can already see drives where people do not have to touch the wheel so it seems like we're really on the edge there of Tesla being able to launch a robot taxi service in a particular area imagine one particular city 台下表示呢 特斯拉拥有最大的数据优势 其实可以从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看出 特斯拉相比百度 相比于Waymo 相比Cruise的巨大数据优势 很多人说呢 其实特斯拉真正无人驾驶的公里数是零 因为都有一个监管的人在那个地方 但其实百度 Waymo和Cruise 他们也都有一个背后远程监管的人 为什么需要这个数据 其实就是为了去找到边缘情况 所以其实有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根本就不重要 预计在特斯拉最大的超级工厂建成之后 明年四个月 他们所有对于AI进行的计算量 将大于之前所有计算量的总和 所以单单从数据量再加上算力来看 其他无人驻车公司 根本就不可能超越特斯拉 特斯拉自动驾驶即将登陆中国和欧洲 这会让它的数据量进一步的增大 同时特斯拉电动车阵营力 再加上它越来越高的FSD的收入 都将帮助它投资到算力身上 相比其他公司的每辆车成本都极其的高 他们仅是扩展他们的车队就已经资金紧张 特斯拉是通过赚钱去增加他们收集数据车队的数量 而其他公司则是花几十万美元亏钱的去增加这一汽车数量 很多人给我留言说无人驻车永远不可能实现 那其实Waymo Cruise甚至百度呢 已经证明你这个观点是错误了 因为他们已经实现了无人驻车 也就是说无人驻车已经是一个已经被实现了的东西 你可以争论的点就是他们可以实现 但是马斯克却实现不了 但是呢我认为根据马斯克历史记录来看 这个论点其实是没有那么让人信服的 就像Tasha Kinney所说 Waymo Cruise这些虽然他们率先推出了无人驻车业务 但是他认为特斯拉将会是第一个让无人驻车规模化的公司 Waymo呢全美国也就几百辆无人驻车 按他们这个速度要想像Uber那样全方位的整体覆盖全美国市场 那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 而特斯拉规模化的速度将会非常非常的快 因为他的纯视觉无图技术 特斯拉马斯克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第一想到的永远是如何规模化生产 这展现在他们电动车上 这将来会展现在他们机器人身上 这也会展现在他们的无人驻车车生产 Waymo波顺机器人还有Mobile Eye这种 他们更像是科研公司 他们并不像是生产的厂家 所以他们不能规模化的去生产 特斯拉自动驾驶的表现在 在美国很多不一样的州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其实就是根据他在那个州数据量的多少 在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 他完全具备了零介入 就能够将一名乘客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能力 所以特斯拉无人出租车在小范围内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推出可能比你想象的要近很多 一旦在一个城市他建立起了他的商业模型 那么华尔街的分析师就将迅速把这个城市的商业模型 复制到别的城市去 那届时他们对特斯拉的整个估值模型就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会在这里向你们播报 特斯拉终于推出他们无人出租车的业务了 最后的财单就是我这个脖子是如何受伤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方舟基金对于特斯拉 2029年2600美元的故事模型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期的这个视频 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和我的会员频道 在每周的会员视频中我会聊到更多更加详细这一周关于特斯拉的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